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念的佛菩萨 我们所有做的善事 才会觉得没有完全的功德 也就是说 所念之佛所行之善 亦非全无功德 因为你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但是要记住 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 也并不是说全有功德 全无功德呀 然而如果行善事做功德 没有佛心 没有善心 没有出发点善良 时数百千万亿分钟 仅得一分半分而已呀 也就是说功德太少太少了 然而因为你的功德太少 犹如像厨蓄一样 你用出去的多 而赚进来的少 那么你的功德 那么你的功德就会变成没有 而取而代之的是你的灭障 因为人的恶念之过 亦不少啊 也就是说 人的恶念可以每天重复的 在不断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意念 今天你是做这个事情了 明天你恨这个事情了 后天你想起来又会再恨 大后天你一想起这个事情 还会再恨 这些恶念 也会让你不断的加深你的灭障 所以修行人 必须要善与发心 要不止念经人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动不动就要发善心 要永远不会停止的念经 在人的耳朵里 所以要记住 念经是有功德的 但是更要学习发心啊 发心正 人的佛法学修也会正 发心正 人的佛法也会邪恶 要记住 任何一个人 只要在人世间 一边学佛 一边对人家的法门 对人家的佛法 进行攻击 这个人 他第一没有功德 第二 他就是造口业 第三 他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学佛人呢 他学的法门 如果经过他这一番的 深口意之后 他就是所学法门 变为面目全非 所以圣之再圣之 此乃人之大患 财长 因为你一个小时 你哪怕做了半个小时 你学的菩萨救度众生 你所做出的事情 都是功德 因为你是学菩萨 因为这是从你内心 发出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真的要救他们 你所有与他教 与他讲的话 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有功德的 然而你要与他讲的时候 因为他是你的亲戚 或者朋友 或者你带有私心和利益 虽然你讲得很努力 但是全部都成为善事 功德而远之啊 所以大家要学习 明白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见性是功啊 平等是德呀 要明心见心见性 我们做人要学会 善人的本质 人的出发点 这就是德呀 这就是悟 因为有悟才会得呀 如果你悟不到 你就不会有真正人才德 能出来 所以不管你前世修了多少 你的经世 一样会得到多少回报 但是 要记住 这只不过你开始出发心的一种平等 然而 等到你真正理解平等 是什么呢 那就是建立在这个正悟到佛性的基础上 所以许多人就会求福报 他们不懂得求功德 实际上功德能够消除灭障 而福德只能加重你身上的业障 所以求福的人 他等到一天他福享尽了 狠待的就是他的业障 所以我们要求功德 要消除除我们自身身上 利累事积累的恶业 所以天天求孩子啊 身体啊 财运啊 这些福报 等你求到的话 也没有几年 可以给你带来在人间的欢乐 而真正把你带给你的就是烦恼 因为当你的孩子身体好了 工作好了 财运有了 你接下来的烦恼就是你老了 你要走的时候 你又舍不得他了 而人间的福报 给人带来的是一时的顺利 一时的有生极好 一时的财运 而不能保持你的永久性 所以这些求来的东西 对我们学博之人又有何用呢